中医乃人数和儒家观点的人的学说有很大的影响 什么是人 这是甲骨文当作的一些人的名字 人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人体观点 是儒家发展过来的 孔子八维把人作为儒家传统道德最高的一些规范 他的儒学核心就是 他包含的范围很广 人可以是爱人 人可以互相互存 互爱互敬互重 本意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 我觉得有个说法也是比较类似的 有句古话叫做 己所不欲,勿使于人 就是爱人数和一个方面来讲 你自己不愿意的话 你就不要给别人 己所不欲,勿使于人 如果能做到这点的话 也就是倾诉于这方面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儒家把学说指于政治 就叫人政 历代儒生或者儒家所推崇的就是希望帝王行人政 但是几乎很少实现 这就是儒家政治上有一些 我觉得不是很充足或者不是很成熟 很成功的一个方面 但是仁政是中国古代 福建王朝最高的一个目标 传说当中 杨胜与三代就是人政 中国几千年是人政的朝代不读 像唐太宗成为千古北 还在政官之军 这可能是算一个 人学在中医里面体现 就是忠实生命其他人情 诗文里面说过了天父地载万物是被伏过于人 天父就是天盖地载地成载 天下万物以人为为 《故事人群论》 就是也是我估计我们学生的话 在一国你们都要学这篇文章 《故事人群论》 他们讲了医生看病的时候有三种情况 有三种人情 一个是病人之情 大约人情之类有三 一月病人之情 二月旁人之情 三月医人之情 不是 患病人的情况 旁人家属人的情况 医者 医生自己的情况 圣人以不是人情为戒 就是不光是要照顾到病人的情形 旁人之情和医者之情也需要准备 与年学者私之甚之 勿为乐习所的忠耳 就是以忠对无事人群在里面的影响 总的目标是要重视生命 忠视人 感谢 感谢 感谢